尼未记十九二十章 平安祭的时候要按规定献赏 好使你们被上帝接纳 祭生要在献祭的当天或第二天吃掉 凡是留到第三天的都要完全烧掉 要是那祭生第三天仍然有人吃 就遭受了污染 我必不会接纳 凡是在第三天吃那祭生的 都要因颠污了上主的圣物而受惩罚 要从民众中铲除 你们在自己的田地收割庄格的时候 不可割去田边的穀物 也不可检拾收割的人围下 你收割葡萄也是一样 不可把树上的葡萄全都摘光 也不可检拾吊在地上的葡萄 要把这些流给穷人 或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来人 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 不可偷渡 不可骗人 也不可互相欺诈 不可奉我的命起假世 羞辱你上帝的名 我是上主 不可诈骗或抢劫你的邻居 不可拖欠你故宫的功前到第二天 不可侮辱农子 也不可半島核子 却要敬畏你们的上帝 我是上主 在审理诉讼时 不可屈枉公义 不可偏袒穷人 也不可包庇有财有势的人 总要公正地审判 不可在民众中间散布谣言 你的邻居生命受到威胁时 不可袖手旁观 我是上主 不可对你的亲属怀恨在心 要坦白指出人的过错 免得为他们的罪 承担过错 不可向以色列同胞报复 也不可心怀怨恨 却要爱你的邻居 却爱自己一样 我是上主 你们要遵守我所有的法令 不可使两类不同的生畜交配 不可在田里杀两类不同的种子 也不可穿由两种不同的线即成的衣服 如果有人跟女奴发生了性关系 但那女奴已经许配给别人 却上未属身莫得自由 那人就要全页补偿女奴的主人 由于那女奴还没有成为自由人 男女两人都不会被处死 然而那人要带一只公棉羊 到圣幕门口 作属牵制献给上主 就是要用属牵制的公棉羊 在上主面前结症那人 她的罪就得到赦面 当你们进入那地并栽种果树时 头三年不可收割树上的果子 要禁止采责 不要吃这些果子 到了第四年 树上的果子都要分别为圣献给上主 作为对上主的重阳赞美 到了第五年 你们可以吃树上的果子 如果你们这样做 你们的收获就会增多 我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不可吃大血的肉 不可占卜行发唇 不可剃掉两笨的头发 也不可收胡桑 不可为哀悼死人而割伤自己的身体 也不可纹身 我是上主 不可让自己的女儿 作妓女 颠欲她 免得那地充满淫乱和邪恶 要守我的安息人 要尊重我的圣所 我是上主 不可转移求问无私或昭云的 以致颠慕自己 我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在长者面前要起立 要尊重上了年纪的人 要敬爱上帝 我是上主 不可欺负住在你们境内 在你们中间的外来人 要像对待本地以色列人那样待他们 爱他们如同 爱你们自己一样 要记得 你们也曾经在埃及地 客居 我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量度长度 重量和体积时 不可使用骗人的良气 你们的清和法马必须准确 用来量干货和液体的良气也要准确 我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曾经把你们领出埃及地 你们要谨守 我所有的法令和规条 我是上主 第二十章 上主对摩西说 你要吸以色列民以下的指示 无论是本地以色列人 还是住在以色列的外来人 都要遵守 任何人把女儿借给摩洛为制 都要处死 民众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 我又要向他们翻念 从民众中铲除他们 因为他们把女儿借给摩洛 却顶污了我的圣索 使我的圣名蒙羞 要是民众中有人不理会 那些把儿女献给摩洛的人 不愿处死他们 我必定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翻念 从民众中铲除他们 所有拜摩洛以至在灵女行淫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下场 那些相信无私和招云的 以至在灵女行淫的人 我又要向他们翻念 并从民众中铲除他们 你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要遵行我的一切法令 因为我是使你们圣洁的上主 凡是侮辱父母的人都要处死 这样的人犯了死罪 人如果跟邻居的妻子通姦 通姦的男女都要处死 人如果跟父亲的妻妾发生性关系 男女双方都要处死 因为他们犯了死罪 人如果跟自己的仪式发生性关系 双方都要处死 这样的行为有为伦常 他们都犯了死罪 男人如果跟同姓发生性行为 跟男人有性关系 就跟女人那样 这两人就是做了可憎的事 两人都要处死 因为他们犯了死罪 人如果娶某女子并他的母亲为妻 就是做了恶事 三个人都要用火烧死 好从你们当中消除这种邪恶的事 人如果跟动物交合 就要处死 那动物也要杀掉 女人如果亲近红性动物 跟他交合 女人和动物都要处死 你必须处死他们 因为他们犯了死罪 人如果娶自己的姐妹 不论是同父义母 还是同母义父的姐妹 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就是可恥的事 要当众从民众中 铲除这两个人 由于乃人羞辱了自己的姐妹 他要为自己的罪 而受惩罚 人如果跟行经中的妇女 发生性关系 两人都要从民众中铲除 因为他们一起暴露了 他的血缘 不论跟自己的姨母 或姑母发生性关系 这是羞辱你的近亲 双方都有罪 要为自己的罪 而受惩罚 人如果跟宿伯的妻子 发生性关系 就是羞辱自己的宿伯 男女双方都要为自己的罪 而受惩罚 两人必无疑 无女而死 人如果娶自己的兄弟的妻子 这是污慰的行为 羞辱了兄弟 这两个有罪的人 都必无疑无虑 你们要确实 遵行我所有的法令和规条 否则 那快我要领你们去定居的地 会把你们套出去 我将要在你们面前赶走的那些人 你们不可按照他们的习续行 因为他们做这些可恃的事 我才厌护他们 但我曾经应许你们说 你们会拥有他们的土地 我要把它赐给你们作产业 这是流着奶和物的土地 我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是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 因此你们要区分 你以上的结症和不结症的动物和禽料 你们不可吃不结症的动物 禽料和在地上磅的动物 颠污自己 我已经为你们辨明那些动物是不结症的了 你们要圣结 因为我上主是圣结的 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 成为属我的子民 你们中间作无私或招魂的 无论男女都要用石头打死 他们犯了死罪